大家好,欢迎来到对抗追满的光影世界 我是纪录片导演李波 上期节目给大家讲了我拍的一个 在NHK播的国际频道 播的一个28分钟的小片子 叫就是二打六一个艺术团体 睡鬼城了这么一个事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片子里呢 就是提到了一个武汉的 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一个学校教书 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区 它是两栋楼成了烂尾楼了 烂尾楼之后呢 NHK那边也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对这群人的活生生的 他们那个生活啊 这群活生生的人 他们是对他们的现状 他们的心态啊 就是是什么样的 都不再是那个抽象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概念了啊 就是希望我能接着拍一个真正的纪录片 就是记录他们的生活啊 就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之后呢 我就开始到了这个小区 就开始将近半年的时间 就不断的观察他们的那个 记录他们的那 就是烂尾楼的居民的生活状态 这个小区呢 是那个2012年 建成的 开始拆迁的 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 就基本上快建成的时候 就差那个主体建筑 已经完工了 已经封顶了 就差那个绿化 差那个水电气 大概还有可能还需要个一千多万 资金就完事的时候 就是那些拆迁户也等着 准备回迁啊 然后那个买了房子的那些人也都盼着那个就准备乔迁新居 就在这种时候呢 开发商那个没钱了 没钱了 那个资金链断裂这个时候 就人也不见了 设楼出也拆了 就这么一个 那帮傻眼了 那帮老百姓买了房子 你看两栋楼是 一栋31层 一栋32层 一共257户人家 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卖完了 这房子 基本上 反正200多户人家吧 就一下子就蒙了 一下子就蒙了 可以说噩耗啊 真的是一个噩耗 就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 这个就很多房子 就是不光是一家一户 甚至是父母 就是掏空几个钱包 就是那个毕生的积蓄 才买了这么一个 就盼着那个是人生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 结果现在是就真的很可怕 就忽然发现那个开发商人去楼空 这个房子就处在那 然后就没法住进去 就是2016年的事 然后我拍的时候呢 就是2021年的时候 已经就五年过去了时间 就那个房子已经荒在那五年了 实际上他们那个买完房子之后 那个后来就开始 开始是 后来该还贷款呢 就是2015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按揭嘛 按揭那个时候 就开始已经开始还贷款了 已经还了五年了 但是五年这贷款还下来 差不多比较是守护付完了 一般来说每家人 一个月也得那个 三四千块钱 就是这么一个 守护付完之后贷款 一般来说 但房子有大有小 有的是八十多平米 有一百多平米的 但是平均上来 一般来说都得还三千块钱以上 三四千块钱以上的这么一个房贷 结果五年就这么 这边房贷还着 那边呢还得租房住 就是很多买房的 他那个 很多买房的人 他也他算是湖北本地人 但是他也不是武汉的 就是也不是江夏的 这边 他我是在这边打工的话 他家不在这 家不在这的话 他那个 这个房子 他们就 他们就自己还得租房子 租房子在那个地方 租个一居室 两居室 这样的那个 那个郊区嘛 到没那么贵 但是也得一千多块钱 就是说 所以这边还着房贷 那边租着房子 这个看着那房子 就是烂尾了 就真的 就住不进去 就我拍这片子的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说 之前这个什么烂尾楼啊 什么都是 是一些抽象的 经济学方面的 什么或者建筑学方面的 一些一些概念 但这个时候呢 近距离的接触观察 这群那个居民的生活 你才实实在的感觉到 烂尾这两个字 是那个 是很沉甸甸的 是非常让人难以 忍受的 因为这个 一旦烂尾啊 就是你是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希望的 你就不知道这样的生活 就何年何去三十个头 而且很可能就永远就没个 没个完了 就没个头了 所以这种 没完没了的这种 就看不到 未来的这种感觉啊 比一种突发性的 就一次性的那种打击 就是那种 是是是 是更折磨人的 更对人的是 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就是属于这么一个情况 我 我刚拍这个片子之后呢 就是 真正开始拍了这个 这个小区 就居民之后呢 当然也选了 几个 几个主人公 选了几个主人公 比方说是我这个片子里的那个 首先是提到一个 这个一个老吴 这个老吴呢 他是湖北是哪的 反正是附近的 倒是不远 但是呢 是村里的 村里来到这边打工 这个老吴 他是建筑工 他58岁了 我拍的时候 58岁了 就是 他是那个全国各地啊 也去了很多地方了 到处到处工地上啊 到处到处给人做工具 是挣的都是血汗钱 都是辛苦钱 他那个老伴呢 已经去世 十多年了 生病 去世十多年了 生病 然后他就拉扯了 他儿子 就靠自己 就这么打工 他有个女儿还是什么 反正就不提了 已经嫁出去了 反正 主要是他这个儿子是 我拍的时候是32岁 他58岁 他这个儿子 咱们就叫做小五 就是父子俩 可以说相依为命 相依为命 他就拍 他就是靠这个到处 打工 他儿子呢 在一个常理上班 也是附近的 常理上班 当时他们买那个房子啊 本来是想作为这个 作为给他儿子 作为婚房的 就是结婚用的 他儿子当时已经谈了个对象了 已经谈了对象 谈了一两年了 就准备就是那个 2016年的时候买的房子嘛 15年16年 反正大概就那个时候买的房子 买完房子之后就一边等着房子完工 一边就等着准备结婚了 这是婚房啊 就是桥前之喜跟那个新婚之喜 那个双喜一门的这么一个好事 本来是 结果这个房子一烂尾之后呢 那个女方就也傻眼了 那个女方就说 那就就是说等等吧 等等吧 结果等了两年之后 这个房子还是没动静 没动静 但不可能说是 人家那个女孩 不可能说跟着她来住 住这个烂尾的房子啊 所以最后那个 最后那个女孩 就另外找了男朋友 就另外找了对象 就跟他就分了 谈了三四年前后 都谈活论将了 你想那个 都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打击也是很大的 最后那个小吴 到我拍的时候 他已经单身两三年了 已经单身两三年了 那个自从那个女朋友走了 我说那走了就再找一个呗 他说这个不好找了 不好找了 现在怎么找 他还说了个气话 说是政府应该 赔 应该给我赔一个老婆 这个这个 现在他说了个气话 他说应该搞的 搞到我现在这个时候 根本就没房子 怎么找啊 现在的女孩 都大部分也都挺现实的 你房子都没有 你怎么娶老婆啊 这个老吴呢 是那个老吴自己亲戚 他妹妹应该是 他妹妹家就在那个附近 大概有个走路半小时的 半个小时 我还跟他去过两次 就在一个地方 他妹妹有个 有个门里啊 底伤 就没一个也空着 所以老吴呢 就在那住 就是还好一点 就是希望不要钱嘛 是自己亲戚 就妹妹 亲妹妹的那个房子 所以在那底下那儿 就是对付一下 也还行 那个小吴呢 就是有时候回来 有时候周末回来一下 平时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厂里边 就住宿舍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总体来说呢 就不用付房租 但是其他那个 一般的居民呢 就得 就是一边付着手 一边付着按揭 一边付着那个房租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 到了2020年的时候 就是四五年之后 就是那个 我拍这个片子之前的 也没多长时间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 很多居民啊 就当那个 他是200多户 那个房子都卖 差不多卖完了嘛 有些居民就觉得不能再等了 等不了了 啊 就那么没完没了 等下去 他们就是那个 就搬进去住了 搬进去住了 那个 就是说虽然这个房子 门 就是 就是差 就是水电器 没有 绿化各方面 那个电梯也没有通电 也 也 也没有 但是呢 呃 就是主体是 是 是完工的呢 他就是 住一下 还是可以的 所以有些居民就在里边 就装修 就开始装修了 就开始 就 就住 就住那个 陆陆续续的 啊 他们那个 首先他们那个店是怎么解决呢 就是从 附近 自己去 买电线 去附近的别的小区 就是接那个店过来 所以 那个当时我拍啊 那个 那个整个那个楼 是乱得糟的 他那个全是线 其实是 安全隐患 是很大的 但是也没办法了 你不能没电他 所以他们从别的地方 接那个线过来 那个店 咱们是 是五毛八是吧 大概是五毛多 一度电吧 咱们是那个什么 他们接过来 是至少一块五 甚至两块 全是高价电 啊 就是 而且是 其实很危险 这个电线这么 这么接着 这个电是这么解决的 那个水呢 就是他们这个小区啊 有两个水龙头 就是小区门口 有一个 然后小区里边 还有个水龙头 他们那个 这个居民 就是买了好多 那个大桶 然后有些居民 还买了一个小拖车 然后有些是 有些是靠提桶 但是有好多 都是靠那个小拖车 就开始那个 那个桶啊 这个每天 一个 他们要做的一个 必须要做的一个事 就是 去那个水龙头 接水 接完了 那个提到自己 那个房里边去 提到房里边去 所以水电 是那个 是这么简单 其二呢 就是自己 就是扛煤气罐 有那个 因为他也没有 天然气 也没有煤气 什么都没有嘛 就只能扛煤气罐 自己扛了 来换煤气 所以水电器 也是这么解决的 呃 他是 到2020年底的时候呢 那帮 当时武汉电视台 呃 武汉的 就是他们江夏电视台 还是武汉电视台 反正就是一个民生频道啊 这样的 大概这样的 还播了一条新闻 说是那个 说这个小区已经解决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以入住了 大概是还是好事 然后那个什么物业公司 也进住了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是那个 这帮小区居民 就是他们受不了了嘛 一边交着房租 一边那个 还着贷款 他们受不了了 他们就是自己 凑钱 就是他们自己成立的 业主委员会呢 他们自己凑钱 请了一个那个 就是物业公司 进来 请了一个物业公司进来 请了物业公司进来呢 就是简单的绿化 他们因为他们凑钱了嘛 简单绿化搞了一下 然后把那个电梯开通了 就是起码有个电梯了 然后呢 那个当卫生条件 各方面是堪忧啊 可以说 就是那个 那个 然后当时也请了 那人清理垃圾啊 就运送下垃圾啊 那总体来说 居住环境 是很差的 然后我还拍了一个 就是那个底商 就是 就是这个小区原住民 原来的居民 就是那个开发商 跟他们说 到时候拆迁 给你们补租 你们先补租 你们先去租房子 完了之后 到时候回来 就是又有房 又有拆迁款 然后还有那个 还给你们底商 底商那个店铺 就是都有 条件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还拍了两家 那个底商 就是他们现在 房子住不进去 但是住在底商呢 就是好一点嘛 至少水啊 各方面 就不用爬楼梯 就好一点 我觉得 他里边有几个老人家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 他们那个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婆婆 就是武汉人 他们叫 老大妈 他们这叫婆婆嘛 有一个 有个婆婆家 就是那个 我就拍的时候 他老伴是刚刚去世 刚刚去世 就是 就说 跟这个事 也有点关系 就是房子 长期的压抑啊 心情啊 郁闷啊 就那么 就是 就熬啊 熬的熬的 就是到 冬天的时候 就熬不下去了 就 就就就 就离世了 老人 你看真是 房子住不进去 然后 人已经没了 啊 变成孤身的一个 一个老太太 那心情 那就没法说了 另外一个 老太太姓 姓陶吧 好像是 叫陶婆婆 那个 我们介绍陶 那个也是 他是 除了底商 之外呢 他也 也给他分了房子了 就是那个 但是 就是 还好有电器呢 他自己腿脚不利索 他坐那个 轮椅啊 然后 电动轮椅 倒是也能进屋 也能进屋 他就是 那个 开发商 说是给他们 说是 给他们 就是这段时间 租房的钱啊 什么都有补助啊 什么的 各种承诺的东西 也没有兑现 也没有兑现 然后现在 他们那个 也拿不到房 也是这样的 炒 也是炒要跟 开发商 打官司 就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老人家 然后还有一个 里边有一个姓林的吧 大概是 我印象里边 他是 快五十岁了 他那个 他那个 他老婆 也是 刚刚去世 也是刚刚去世 在房子装修的过程里边 在房子的装修过程里边 刚刚去世 就是刚刚 就是我拍之前 没多久 他就说那个 在装修的过程里面 他就说 哎 都没有 就是看到烂尾楼完工的一天 而且 哪怕是烂尾楼 你装完了 你让他住两天 结果都没有入住 啊 结果就 就没了 人就没了 都没有住进过 住过一天新房子 这个心里边 也真是百感交集 然后我这个片子里边的一个 还有一个主人公呢 是年轻一大 年轻的主人公 才32岁 我叫刘 刘亮 也是就是说 就买了房子之后 跟他老婆 他是有了个孩 有个儿子了 有个儿子了 然后完了 就是他老婆 那个时候 他就 就是我拍的时候 刚刚他开始装修 因为别人的家 好多人都装修了嘛 都已经装修好了 好多人都入住了 就是他们也陆陆续续 他也开始装修了 他也开始装修了 就是说租房子啊 他就在附近 租的房子 一个月 一千一 还是一千块钱左右 大概租了个两居 那种 城中村租了一个 但是毕竟还是 没有自己的房子 租了舒服嘛 然后呢 那个既然电梯已经通了 别人也都装修了 所以他也开始装修了 我拍的时候 刚刚就是 正好我都拍了这半年 他这个 这个装修的这个过程 我都跟了一下 当时他老婆是 就是二胎 刚刚怀上 已经怀了几个月了 怀了几个月 就是等着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说这个 要是这个烂尾楼 能解决这个问题 能解决 烂尾楼的问题 能解决 然后孩子再一出生 他说人生 他也没有什么奢望 他就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这样的话 有房子 有孩子 这就非常好了 但是呢 就是说 只能硬着头皮 先装修 先装修 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他也不知道 然后呢 他现在一装修房子呢 就是精力 就投在这上面了 他之前也是做建筑工啊 做各方面 到处打工 挣点钱 然后但是这次 一忙这个情况下呢 经济收入各方面 压力也很大 所以他现在是当代将 每天每天晚上 就白天装修房子 晚上呢 就在挣点外快 总体来说 这个居民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心酸 就是这么心酸 你包括那个 他们那个居民委员会 他们成立一个居民委员会吗 然后有那么两位 有那么几位是 他们居民委员会的 业主的这个头 他们说 就委员会的头 然后完了 其中有一个印象 一看就很能干的 做生意的 开服装店啊 还是什么的 这个叫溶解 这个溶解就说啊 就是那个 由于他们这挑头 就是他们一直在 在给不断的是 一个是找开发商 找律师 就跟开发商打官司 但是拖了几年了 也下不来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这份业主 他们就认为是 政府在这个过程里边 监管不力 就是你像这样的 开发商 你怎么就让他开始 建房卖房了呢 就开始 就监管不力 而且是你后来 发现问题之后 出了问题 那个资金啊 本人是有一千多万的 监管资金 后来那个资金 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那个资金就是 拿去还 那个开发商 拿去还债去了 好像是 按理说 那个资金是不能轻易动的 就他们的说法 是就说 那个资金是 如果是把那个钱 拿出来 给搞水电器 什么的 不就已经完事了吗 结果那开发商 拿去 就还债去了 结果他们就认为 这个事政府有责任 完了那个业主 这些业主啊 尤其业主委员会 这个他们就几乎 就是每个星期 他们都要去 那个江夏区政府 去静坐 去向一种静坐示威 就每个星期 他们都要去 那个我也拍了 不少这样的画面 就是那个 从天冷 很冷的 穿着厚衣服 一直到 到后面 那个天气暖和 甚至到后面 穿短修 就是他们每个星期 都要去 也之前啊 这个荣姐他们 最早他们 还有点那个 还有点激烈 还不光是静坐 之前呢 还喊口号啊 还阻止那种 像示威一样的 那个 结果那个时候 他们几个 还被拘留过 还被那个 政府 那个给拘过 拘过之后呢 拘过之后 其中有一个 也是他们的头 就是业主委员会 选了几个头嘛 其中有个 据他们说 说是那个 当时是得癌症了 在拘留所里边 那个还犯病了 然后 出来没多久 然后 后来就去世了 就去世了 但是再往后呢 他们就是 这个手段 就相对温和来 就没在那个 喊啊 闹啊 后来 他们就基本上 就每个星期 到那个 江夏区政府门口 去静坐 去静坐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 总体来说是 哎呀 你能感觉到 那种 那种压抑的 绝望的那种 那种气氛 那个小区里面 他是这么一个 他是这么一种氛围 然后 我在这个拍的过程里面 我才知道 那个 他们还不是最惨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 那个烂尾楼的 那个 那个烂尾程度啊 那个 心酸程度啊 是远远高于 这个小区的 呃 比方说之前那个 你看我老家云南的嘛 然后之前我看到 那个 那个新闻报道是 就是那个昆明 有一个叫什么 别样幸福城还是什么 因为这个名字 太容易 太容易 让人记住了 别样幸福城 大概就没 就就就就 太太反讽了 这个名字 就是那个 他那个就是主体建筑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 我说我拍这个小区 怎么说 他主体完工了 他是 而且后面 他们自己凑钱呢 还有电梯 只不过是环境 只糟糕一点 绿化各方面 那个简单弄了一下 但是他们拉了一下 电线呢 虽然是高价电呢 也勉强 也有安全引化的 也勉强能用 然后水呢 能接点水 反正该装修 装修完了 就是住在里边的话 也像这么回事 但是那个 像云南 那个昆明 那个什么 别样幸福城 那个 当时看了图片报道 那真是四处漏风啊 四处漏风 那个在里边住着的话 那尤其这个云南 你别以为是春城啊 因为我是云南人 我知道 你别以为那个春城就 云南那个 哪怕夏天一下雨 连这几天下雨 都是凉色色的 然后冬天 该冷该下雪 很冷的 所以那个 就是他们这个 就类似这样的 烂尾楼的居民 比他们是惨的多 比他们惨的多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 哪怕这个小区 哪怕这个小区的业主啊 他们也不是最惨的 因为那个 刚才咱们说了 那个律师都说 很奇怪 怎么没有从政府 没有从银行 带到款 他就开始建楼了 他基本上就是 靠自筹资金 然后就一边卖房 一边那个 一边 就是 靠卖的房子 再往下盖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他就是 相对价格就偏低 就赶紧赶紧 他要回笼资金嘛 开始往外卖 在这个过程里边 他甚至到后面 就是没钱的时候 他甚至干了很恶劣的事 就是一房两卖 一房三卖 就一房多卖 就是因为那个 他是全款买房 低价 全款卖房的时候 那个合同啊 各方面来说 他那个 他有 有 有 有许假的成分 反正是那个 这个房子卖完了 这个业主 我都当时在那个 现场我都看到了 就是那个 他们几个业主 然后人没见到 他们在那个门上 那个墙上 用那个 用个涂鸦的那种东西 写说 这房是我的 另外那个业主说 这个房子是我的 他一房多卖 就那种东西啊 怎么说呢 就是比目前 这些业主 还要惨的是什么 他不同的人 他别人花了几十万 全款买了房 结果合同各方面 都是违规的 那那个房子归谁啊 到底是 就很可能是 就最后这个 这个钱 就打了水漂了 啊 你最后就 人财 人房两空 怎么说这边 这帮人呢 他们在里边 住着惨一点 那房子 至少法律上 肯定是他的 但你像那帮人 那房子到底是谁的呀 这个法律上到时候 他一 他同一个房子 他卖了好几户人家 这个 这个手续都不合法 那 装说怎么算 这个事 哎呀 我在这个里边 我就拍到了 其中一个姓 大概好像姓鱼吧 这么一个老鱼 就是也是 自己大工挣钱 然后他女儿 什么给他 附近那个村里边 然后给他凑钱 怎么怎么 凑了个十 一二十万 那个当时付了一个 首付 就是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 就是买了一个房子 结果他买了一个房子 就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 业主委员会租的 这个底商的 这个 类似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房子 全款买的 全 二十万吧 好像是全款买的 从开发商 开发商那个 跟他是老乡 都是那个 就是江夏区 这个武汉江夏区 附近的一个村里边的 反正他 用他的话说 就是他上当了 全款买完之后 那个就低价 买完之后 自己还花了钱装修 结果完了之后 说是那个手续 什么都不对 什么 那个合同无效 完了之后 那个 而且你买这个是 现在属于业主的 那个 委员会的 那个房子 怎么样 这边 结果呢 那个开发商 就把那个 二楼的 就是业主委员会 楼上二楼的 一个 一个房子 给他 免费给他住 就是毛皮房 免费给他住着 然后完了 住着 然后完了 他自己买的房子 被业主委员 就是作为业主委员会的办公室 就是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完了之后 反正他是那么说的 就是我拍的时候啊 当然我们片子里面没用 因为那个日本 日本那边电视台 NHK那边看到 说是这个 有点 他们那西方那边 这个新闻伦理上 这个 就是这样的话 可能不能随便乱用 因为他血腥了 他那个 他那个 一会儿又给我展示 他买了几把刀 毒药 煤气罐 还有汽油瓶 什么话呢 说要跟那个开发商 要找他 要跟他同归于尽 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说的 那种 就是 就是说 要跟他一起完蛋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个片子里面用啊 这个儿童不已 这些 就有点烈 这些话 但是呢 挺奇怪是 我无意当中又拍到了 他那个老鱼啊 他在 在楼下走的时候啊 他那个出去办事的时候 有几个居民又骂他 说你跟开发商是一伙的 明明知道那个业主员 会那个房子 是属于业主的 你还低价买过来 怎么怎么 又骂他 结果 好像不同情他 所以这个事到底 里面还有什么内幕 说是 老鱼是帮着业主员 帮着那个开发商一起骗他们 怎么怎么 具体怎么回事 我就没有去深究了 反正这个事里面 真是错综复杂 完了 那个 倒霉的人啊 真的就是 真是有苦难言 真是 欲苦无泪啊 还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 老太太 有一个婆婆 就是他们玩花家婆婆 有个居民 完了之后 那个要跳楼 当时 当然因为我拿摄像机嘛 就拍 没法拍 是他们居民 因为我的摄像机 一看就是专业的摄像机 那个警察 消防都来了嘛 就是不让外人 那个上去 是后来是跟他们 那个居民 他们用手机拍了 那个画面 我用了 我借用了一下 就是说是 那个 说是 你再不解决 我们就 我就撕给你看 就属于这种 然后完了之后呢 那个 他们那个 信藏局 那个局长 就是那个区 江夏区 信藏局的局长 第二天就来了 来了之后 又再次给大家承诺 说想办法 尽快解决 但这种事情 他们不太相信 是怎么回事 就是发生了好几次了 发生好几次 说是尽快尽快尽快 但是过一阵呢 又 又每个动静了 又没有往前推进 所以那个 他们居民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一开始 还高兴了一下 后来又 又又 这个心情 又跌入冰点 就是去这种 一直到这个信藏局 这个局长 走了之后呢 后来倒是 有点动静了 都是那个 好像开始 开始拆那个 就是原来的那个 因为好几年了 它那个下水管道 都已经生锈了 因为也没使嘛 都已经坏了 好像正在开始拆了 拆了之后呢 那个说要装新的 这个时候就说明 看到希望了啊 然后 因为他们现在 就是水电车的问题嘛 然后完了 但是那个水 水管拆完了之后呢 我说 哎这会好了啊 结果流量啊 就我拍着这个主要 他们说 哎呀 拆是拆的 什么时候装新的 还写着呢 然后 然后过了一段 果然又没动静了 又没动静了 然后又在那等了 嗯 一直到 这个片子 一个片子到我 拍了半年多 结束的时候 就是他们还是 那个原来那个状态 原来那个状态 就是还是那个 住在那个烂尾楼里边啊 就自己接着水电器 自己那个解决 想办法 就还是这种状态 什么时候能解决 也不是 也就是还是 没有明确的说法 啊 嗯 我这个片子 一直都拍到 结束的时候呢 那个 那个流量 就是我那个 其中一个主人公 也装修到一半了 而且他那个 第二个孩子 是个女儿 啊 他就会高兴了 有了 本来有儿子嘛 一子一女 哎就会 凑了一个好字 他特别高兴 还在出租屋里住着呢 但是呢 就是 呃 他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啊 我拍的时候 才怀孕几个月嘛 然后 他们就说是 最大的心愿 就是这个 呃 希望这个烂尾楼 早点完 早点就解决这个问题 啊 后来 我都离开武汉了 慢慢的才 呃 听说是 这个问题 好像是真的是解决了 那还真的是不错 还真的不错 因为据我所知 那个 全国好多地方 那个烂尾楼啊 他就是烂在那了 就是乱在那了 就遥遥无期 没闹没了 可能给人感觉 就是就就就就 被子都 都没戏 啊 总体来说 这个 我拍这个 小区呢 最后不管怎么说 还算是有一个 好的结果吧 其实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 我都说过 其实我不是很懂经济啊 我是个典型的文科生 这个 是我对这个经济啊 对什么是这些 复杂的一些社会 这些东西 不是特别懂 不是特别懂的 但是这个 在这个拍摄的过程里面 才才 也是给自己带了一些思索嘛 然后就是相关的话题 就会关注一下 才才 当时就 才发现这个 这个烂尾楼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原来是全中国 这么严重 这么普遍 然后当时 那个正在拍这个片子 刚刚 即将播出的时候 忽然就传出来 那个 什么恒大 两万亿 两万亿 就好多国家 那个国民生产总值 才多少啊 一听就是 一个公司欠了两万亿 然后这个爆雷 然后更可怕的是说 恒大只是其中之一 然后还有这个雷 那个雷 到最近的 前段下 又有什么 又又又雷 然后咱们这个节目里面 最早提到的 什么城头 什么六十五万亿 甚至有人说 这个还不是 还说少了 怎么这么多雷啊 那究其言语呢 就是还是 咱们这个土地 它不是私有 它是公有的 然后很多政府 它还是要靠 这个土地财政 来维持收入 现在 你看去年是什么 反正有几个地方 比方说像河北的 霸州啊 还是哪啊 就是那个 它的那个土地财政 都没钱了 第一个卖完了 都卖完了 都一下子收不住钱了 结果到处罚款呢 什么 就是这一块 所以这个再接下来之后啊 然后这个房地产 倒是降温了 倒不像之前了 目前看起来 好像是没那么热了 但是呢 就是说这些问题 根本的问题 不解决的话 那这个烂物楼的问题 就肯定还是会出现的 因为这个预售制啊 也有人会专家 好像在呼吁 是要改革 这一块 预售制这一块 但是呢 恐怕不 你看香港搞了那么多年了 恐怕也很难 就是说把它废除掉 那如果这些因素 呃 就是这些后患 不消除的话 那将来 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这个烂尾楼 这个 这个事啊 还会越演越烈 反正我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说那个 可能对 呃 就做一个经济现象来说 可能一些数据啊 可能里边有一些分析啊 什么 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 就一旦这种事 轮到这头上 真是有种万劫不复的那种 真是那种 觉得无底深烟的那种 那种那种绝望 那种无助 啊 那种没完没了的那种压抑 这种心情啊 反正我在这个片子拍摄里边 我是觉得很 就挺可怕的 我是觉得挺 因为我是 以前只是一个概念嘛 但是这回 这个整整半年的时间 近距离的观察 接触 体会到他们这种心情 哎呀 真是一种无尽的绝望啊 啊 所以那个 哎呀 只能说呢 就祝愿这个中国 这个经济形势好起来 然后这个事啊 看下巴 能不能这些 呃 能不能有什么 好的解决办法啊 啊 这个最后 你看这方面 一方面老百姓 就很多人买不起房 年轻人被 这个高房价压得 闯不过气来 另外一方面 这个烂的 就是这么多 那个荒废在那 这个能不能 怎么协调 怎么 怎么 怎么把这个问题 给它解决了呀 也这样的话 哎 就是 怎么说呢 希望这个天下不要再有烂尾吧 不光是一个楼房 就是包括咱们国家的很多政策 很多工程 很多所谓的构想 都不要再烂尾了 人们 Richards 要新鲜 都不要再烂尾了 不要再烂封